你馬上放個屁 然後說要燒電線 這樣他受不了 日本生活很慘 甚麼都貴 我們都很慘 我們香港人都很慘 現在甚麼都貴 香港的稅務便宜 那天我去街市 因為搬家買了兩道菜 第一天 二十四元 後期說好像有些要罷貨 我那天罷貨 我第二天去買三十五元 搶到三十五元 三十五元 所以香港人有良心 如果在其他地方買你五十元 香港人很有良心 可能很熟 訓練班入了訓練班的時候 我聽到林寧東那一集 經常說你那些笑話 笑話? 是呀 又說你們幾個人 五個人晚上只剩五毛錢 在中環行香港仔 又說比賽 柯廉誰柯得遠 這些是男生都試過的 所有的男生都試過 最好笑的是那個五毛達 一個很大的游泳池 我們全部剝了三褲 跳下去 那時候有鄧英文我 林寧東 五云泉 杜琪峰 杜琪峰 五毛達 大家一邊跳下去 嘻嘻嘻玩 他就跳下去 一邊拉著那個池邊 出來游泳 他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不懂游泳 不懂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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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跳下去就在手上 拉著那個水 不懂游泳 這是我游泳 很開心的 一件事 剛才我所說的 沒有明理沒有衝突 只是 現在我最開心的時間 就是讀中學 和讀法院班的時間 可以認識到新的朋友 和後年 不過你和那些朋友 現在還很好 很好 他性格好 他代表說那些 完全合乎 就像莊子的思想一樣 就是 但是莊子思想也是這樣 或者那時候 你在讀訓練班 或者讀中學 你說沒有憂無慮 沒有離開關係 但是你有另外一種煩惱 就是以後怎樣 以後怎樣 沒有的 不想的 年輕人不想怎樣 我現在沒有想到以後是怎樣 以後是怎樣 我覺得很多事情 應該是做好 你現在要做的事情 你如果是說你有很多思維 一定有很多 什麼 其實我這隻掌很白 我沒有什麼思維 除了演戲 有的 沒有什麼 說起演戲 某女性說你拍成什麼 親吻鏡頭 你都沒有 什麼某女性 那次上來 屈你了 她說 我們問她 我說你跟很多的所有 現在的小生都嘴過了 叫她說那些嘴的經驗 她說你叫咳都聽不到 對 我說這件事你先說一說 給你一個機會變白 我 其實可以把那些 跟女性親過的鏡頭 把那些照片留下來 挺有紀念性 不過我沒有做這件事 其實挺開心的 是 不過觀眾不知道是多辛苦 是 是 多辛苦 因為有時候鏡頭 你看到很多 是就都好像 光明道明 這些 其實很累的 知道嗎 我托著女主角 女主角都在這裡 知道嗎 咳下去還要很有感情地 這樣 嗯 其實已經要抽筋 要避開 但是表情還要很享受 很浪漫 嗯 這樣 其實不是這麼過癮的 緊了 撐著不能鬆弱 緊了 有時候 你一咳的時候 不太合牙 你會咳到別人的牙 咬爆唇 經常都有 咬爆唇 有的 你咬爆誰 因為我演 不是撐爆 不是咬爆 咬的鏡頭 Kiss的鏡頭 很多 很多種是在不同 不同情形之下 去咬女仔 有時候是很激動 有時候是很慘 離開離別的那一刻 你明白嗎 很多不同的表情 所以有時候你說 兩個站在那裡 說完對白 是最衝動的時候 一撲一撲一撞 你很準的 你明白嗎 你很準的 你哪有可能 看準那個位置 來咬我 當然是困到牙 困到我的唇 下唇又困到我的牙 當然 一撲一撲一撲 大家一撲一撲 一撲一撲 不知道是甚麼事 沒有這件事 是誇張的 有的 有可能的 絕對有可能 你跟十個演員說 十個鏡頭 有時候不是就對 嗯 有時候真的很激烈 我不管 我做演員就是 任何女演員在我的身邊 如果是我的朋友 我就當成是我老婆 我就 那種投入法 是 分分鐘更投入 我跟我老婆 認識 喂 說起來就是這件事 你繼續玩 出家 我可不可以 揍你笑腰內幕 你和連妹 陳惠蓮 拍拖 拍了五年 都沒有人知道 是啊 躲起來了 嗯 我聽一句話 你因為要教育她 你真的想做老婆的時候 就帶她去看你拍戲 第一次就看拍床戲 是啊 是吧 這件事就是 她對於 經常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 我五年內都沒有帶過她去片場 是 因為我覺得 她電影界的環境 她不是很容易習慣 我覺得她是一個比較 新加坡人比較單純 你一點也不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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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仔 女仔 所以我不是很想她走到這裡 我覺得她很煩 以前教了很多星太太 搞到會很煩 所以我在未和她結婚之前 絕對不讓她聽了話 她經常問我 問我 你不是和女演員結婚的時候 是當真的 我一直都不跟她說 直到有一次我拍《夢中日》 我和青霞和楊雪兒拍一場 藏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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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熱烈的熱問 在澳門拍 我就帶了她去看 一開機 嘩 你們脫衣服嗎 是啊 你們不害羞嗎 我們演員不害羞嗎 不害羞 黑到以後都不敢去看 不是 有些新加坡人都很愚蠢 就是以前我們做年輕的時候 男女演員接問那些鏡頭 原來有隔一層玻璃 是嗎 道德官 道德官 真的 後來就慢慢習慣 慢慢習慣 讓她知道我們拍戲其實是很辛苦 很多時候 一遷就位 玩什麼鏡頭的時候 我們是要扭到365度才能親到 或者是很辛苦才能做到那一刻表情 她會了解到 做一個演員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如果是一個演員 你不是厚臉皮 你害羞 你對著那麼多人 看著你 你去親一個不認識的 對 回場是不能做的 怎麼做呢 你現在一按鏡頭 叫鏡頭的時候 這些紅燈、綠燈的人 我當死 做我自己的人 這個很重要 這是十幾年電視給我的訓練 不會 你周圍環境是有任何事 沒有事 沒有事 全部消失 對著就是這個 我就是做演員 其實很好笑 我覺得你和蓮妹 是千里一言一算軒的 初初她好像不太喜歡你 你初初吃她 很奇怪 我下去的時候 有位朋友下去跟她吃飯 她告訴蓮妹 有一個周圍環境跟她吃飯 她不太了解這些名聲 正面 她就說 她和她一起吃飯之後 關掉了 關掉了 大家交換了電話 當然對她情有獨鍾 看到她很單純的 女生挺舒服的 第二天我走了 我走了 咦 回機走不了 回機走不了 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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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的 她說你轉去曼谷再回香港 我回去拍攝 回到九點幾 我是做機 我本來下午應該可以拍攝 但回到九點幾 那廠等不到我 我不行 打電話回去禁止 明天再拍 我回到新加坡再住一晚 當晚又約了我出來 日後她說我送去機場 我只是說 打電話 怎麼回事 我明早轉一個七點鐘的機 早上機去查看 然後坐八點幾的機走 想不到早上六點幾鐘 有人叮噹叮噹 就是她 叫她起床 喂 我在樓下等著 你們很快下來 她幸好沒有上來 上來你娶不到這個老婆 是呀 上來娶不到 哈哈哈哈 你知道為什麼 那部電影也停了兩天 這樣就會 哈哈哈哈